新北市則在今天新增了兩名的確診個案 目前都還沒有找到感染源 其中一名新莊的個案 匡列接觸者之後 發現他的父親也確診 對此市長惠祐宜也有最新說明 健康檢查的過程當中 身體被安排採檢PCR是陽性 那是8月19號 檢查出來在台北某醫院 至於在8月19號之前 7月26號跟7月31號 到台北去做健康檢查 當時PCR是陰性 隔了大概到19天以後 再做一次檢查之後 採檢是陽性 那這個個案 目前他同住的先生女兒 以及兒子跟媳婦採檢都是陰性 所以其實這個個案的疫調 我們是在理性當中 看起來是屬於一個 因此一個舊案 所以這個案子應該是比較很容易 能夠控制 不計有殘剝力 那這個部分是板橋這個個案 至於新莊這個個案 是在8月16號 因為身體有點不適以後 到醫院去採檢 那採檢出來的吸體值就比較低一點 大概將近20 那這裡面 我們同志的父親母親 以及他的所有家屬在採檢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採檢出來他的父親PCR 是陽性 那父親的PCR陽性比較高 大概已經達到34 所以我們懷疑感染源應該從父親而染 那至於疫調 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隨時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